光复乡公所在今天起展开防疫礼金的发放作业 而一早就有不少的民众前来排队领取 而在警方的协助之下呢 整个发放作业是秩序良好 完成领取的民众各个喜滋滋地表示 要再重新添购口罩消毒酒精等等的防疫物资 光复乡公所提报发送防疫礼金计划 经相待会审议通过县政府合备后 今天一早展开1000元防疫礼金的发放作业 相信民众欢喜的来排队领取 光复乡公所今天开始发放礼金 我们总共分为四天 每一天都有三个村 就我们3月22号 3月24号 3月29号跟3月31号 每天有三个村 每个村过后都有12个工作人员 希望说大家可以就近来提领 总计要发给一万多人 作业工程浩大 因此乡公所全体总动员分村分替的来发送 也由于乡公所是直接发放千元纸钞 因此警方也派警力协助维持现场秩序 而完成领取的民众各个喜滋滋地表示 经过这两年来的防疫 现在疫情稍稍趋缓 就利用这千元的防疫礼金 再重新添购口罩消毒酒精等等的物资 然后如果这几天没用到 没领到礼金的不要紧 我们最后可以到5月31号都可以领得到 到村邦公处都领得到 我们只是发放一千块 每个人一千块大家小小就有了 希望说这一千块可以补贴 我们这两年来乡民 有很多的要买很多口罩 一些防疫用品的费用用 所以金额不高 可是是我们公所一个心意 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迅速的来领取 环林县13乡镇市 既秀林乡以及封冰乡之后 光复乡也在今年跟进 发放给全乡一万两千多位的乡亲民众 每人一千元的防疫礼金 若未能及时领取这乡长领薪水指出 只要在5月31日以前完成领取即可 记者是预览光复采访报道